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小姐都是在外面做什麼 嫁人嫁家的時候 我是什麼都不能做 不能帶孩子、不能煮家 我們先生 早前出門去上班 回到晚上沒有 什麼事情 我們先生也不能夠 我也會去 我當時有多年 家裡主席 有去看個案 個案是一個阿嬤 八十歲了 過癌症、過孫 過兒子 身體都不好 看著他們 看阿嬤也很可能 我們去看個案後 回來的時候 很高興 我們家裡的人都很健康 我們很幸福 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個物品 要丟哪裡 怎麼辦呢 欸 以前啊 以前啊 我們小姐說的時候 他會把我念的時候 我會想起了 去聽書的法 之後回來 小姐如果是把我念的時候 我就想說 書的正式 他都感恩審重愛 我就 就好像說 他好像在把我們教 我們就不要 不要再去跟他在意 他說 就要把我們念 他現在已經出來 他知道你們家裡 都做主席的什麼好事 他也會煮飯了 小姐吃飯嗎 吃得好 有人說 小姐如果做主席 小姐就像鳳梯 小姐如果做主席 小姐就寧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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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寧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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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